经常在警匪片里看到坏人在刹车上动手脚 导致刹车失灵最后撤毁人亡 其中刹车一个最关键的部位叫刹车片 也叫刹车皮 在汽车的刹车系统中 所有刹车效果的好坏都取决于刹车片 所以说好的刹车片是人和汽车的保护神 一般如果你有行驶超过6万公里的路程时 刹车片就需要进行更换了 但是如果你听到来自你的车轮摩擦声 无论你的里程有多少 你都应该更换刹车片 那么跑了6万公里的车刹车片又是什么样呢 取下的这辆帕萨特刹车片就清楚了 前段时间一位帕萨特车主因为踩刹车 听到异响惊魂未定 果断开到汽修厂检查问题 车主的车不是新车开了6万公里 结果汽修师傅发现是前后刹车片需要更换了 只见师傅用普通的扳手以及套筒 再用一套拆卸刹车片的专用工具 就把刹车片给拆下来了 汽车前后刹车系统用的是磐式刹车 前轮的刹车盆和刹车片要比后轮的大得多 形状有点像三明治 同一片刹车片有的部位磨损得很严重 往里面凹得很厉害 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就好得多 这就需要及时更换了 师傅拿来新的刹车片换上 新的刹车片厚度比以前的厚很多 安全系数瞬间很有保障的感觉 可能这就是代差吧 确实好很多 再涂上润滑油 这个维护就算完成了 注意刚换好刹车片的汽车 在刚开始要多踩几次刹车 让刹车片磨合一段时间 因为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 还有一定的间隙 由于摩擦作用 摩擦块会逐渐被磨损 一般来讲成本越低的刹车片 磨损得越快 大家购买刹车片时 不能只图便宜 毕竟安全第一